这用我们现前同修门 我们进入佛门 我们发的是什么人 我们想得的是什么果报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一般凡夫 你问他为什么去修佛 绝大多数 求平安 求佛保佑 升官发财 真的是求名求利 这个多数啊 有几个人学佛 是为众生的 为苦难众生的 不多 阿弥陀佛跟人不一样 他求佛 他做佛的时候 是求一切众生 跟他一样成佛 究竟圆满的福 而且超越祝福 你想阿弥陀佛超越祝福 我们每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同行同德 同愿同行 我们的成就也超越祝福 绝对不是说 阿弥陀佛超越祝福 我们将来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跟一般祝福是一样 这讲不通啊 那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知道这些 就不知道佛对我们的恩德 有多大 他跟祝福不一样啊 成就不相同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是跟阿弥陀佛平等的 这还得了啊 所以为什么祝福如来 把他们的弟子 通通都劝他们发心 要求生西方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道理就在此地 佛对人决定没有嫉妒性 那个地方比我这里还殊胜 你到哪里去 这是佛性啊 那个凡夫不一样 凡夫说那边好 你别去 你跟我就可以了 自己也知道 我比不上别人 还要障碍别人 所以就细心去体会 十一夜 金钟福月 阿弥陀佛 为生光明 最尊敌 受放祝福 所不能及 这都是真的 很特殊 所以 这个法门 叫男性之法了 都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有原因的 不信心 请不吝点赞